继续走到这里,另外还有一个山子厚村 旁边就是山底村港群服务中心 山子厚村牌楼对面有一座令你眼前一亮的阳楼 这座阳楼在台山应该都可以说一数一数二 你看一下门前正立面那些罗马式的圆柱 和二楼西洋式的山长牌楼 还有拜占庭式的梁亭装饰 最美的就是它的正面 旁边是三层高的, 旁边的窗 全部有石标的图案包边装饰 这一座不知道是以前的洋行 还是私人住宅 漂亮 这座阳岛 上面我数一下 一个那些拜占城式的梁亭 有几条柱 有成一二三三三三九 起码有成八九条那些罗马式的圆柱 还有西洋牢楼里面装饰 还有西洋牢楼里面装饰 那两条圆柱是有凹凸螺旋纹的装饰的 最壮观的就是它从一屋到二屋 整个正门的门楼 那两条罗马圆柱还有柱座 柱座是很简洁的那些红黄白线条 那些是石米来的 这一座原来是银行来的 曾经是造过中国人民银行 应该也是解放前的中国人民银行 那门楼里还有一些西洋式的花玻璃的花甲枪 你看看楼顶楼顶那些石雕的图案 很漂亮配上了颜色 应该是解放前的中国银行 不过不是的 叫中国人民银行应该也是解放后的 这一座阳楼有一个门牌 叫端崩路山底区三号 你看看烫笼是有木银 你看看烫笼是… 有木银点木烫笼 那个木板应该也是属于那些银点木 我看不到挂了一块文物的牌子 这么漂亮一座阳楼 那些花蓝色的钢枝 看得到很漂亮 它整个正门口的外纜面 它是一种巴落黑色那种简洁扇条 是裝飾的 這是小小的地方 山底區 在藏龍臥府 已經有十多座很漂亮的洋樓 最漂亮的是剛剛我拍這座 現在我反過來拍對面的洋樓 同樣都是很漂亮的 你看那些鋁兒場 西洋式的玄柱 還有樓頂天花的顏色的壁畫 還有靈形的陽台圍欄 很漂亮的山底區 這些洋樓 水太騰棍 水太騰棍 如果是微移動 水太騰棍 就說五上了 海份鋁兒 MORE 寬衆 桃 山楊 是否做過銀行呢 是 即是做過 後來多久沒有做到銀行 那解放 我沒有年到 哦 殺了他的 哦 那個銀行是解放前的銀行 不是 解放後就叫銀行 解放後即是充公了他 就做了銀行 殺了他的地址 哦 殺了地主 就將他充公 他說他是地址成分 哦地址成分 沒收地址的財產 哦 這樣 沒收地址 這個全部都是 本來全部都是沒收的 都是沒收的 不過開放規格 都是會還的 哦 即是還給他的後人 改革開放後 是 解放 哦 所以做銀行 起碼做到接近開放 哦 接近開放 即是改革開放那時候 哦 後來他的後人應該還給他 還給他 還給他 是 他是這裡的地方 聰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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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結了分 哦 哦 哦 這樣 後人全部都在美國 哦 真是美得 這棟樓珍 那棟很美的 哇 一百年了 八一年了 哇 一百一十年 一條裂縫都沒有 是哦 你看那些 那些 那些裂縫 什麼都沒有 一條裂縫都沒有 是啊 是啊 你現在 蓋不太多年 就有奶的縫 是啊 現在的質量和以前 沒得比的 沒得比的 以前 那些人落足心機 那些人建樓 哦 真的很漂亮啊 很漂亮啊 哇 這座樓 好少要 好地遠一點 這間 很少 就是 廣東都沒有那間 是啊 沒錯 可以這樣說 全廣東應該都沒有一座 樓又這麼漂亮 是地方的 沒有說城市 是啊 地方的鎮級 是鎮級 鎮級來說 是啊 以前的鎮 哦 丁家家 哦 山底去 丁家家 一開放 哦 老母領導都不行 在街坊都不行 哦 全部都死了 哈哈哈哈 哎 時勢變遷了 是 以前的鎮 哦 哦 陳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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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你都不相信 哦 三峽的人都來這裏 等虎 哦 三峽的人都來這裏 陳虎 海燕文村的人都來這裏 陳虎 哇 就是 真是 明鎮四方 我這個鎮 陷入老虎鎮 哦 叫做老虎鎮 以前啊 以前叫老虎鎮 哦 用什麼賣什麼 沒有得正 哇 真是那種 繁榮鼎盛的景象 哇 真是難以想像 沒有法比 沒有法比 現在 先回復以前 沒有辦法 沒有了 很難 回復不了 沒有辦法 現在 那些人都基本上 散了 出去了 全部出了 出了 下橋呢 大多數都是老虎 哦 老虎的 真的全部都是老虎 都是老虎的 全部都出了 所以那些埔 全部是背販給我 老虎的人 我想慢慢聊 我看書 就看到 有一個叫做梅江培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人的名字 梅江培 江明培養的培 是 他就是跟孫中山搞革命 之後呢 是廣東鴻門的幫頭來的 他一直到四十年代 哦 他就是 端分海洋村 哦 海洋村在下面 是海洋村人來的 是 你講我都沒有了解 哦 你講我現在去訪呢 這個華僑的 明人法人這裏 這個樓我們寫 以前的梅江培 我們寫 哦 梅江培養 海洋村是在下面 在這裏下面 一公里 是不是要出到大路那裏 要出到大路 在紅綠燈這裏 紅綠燈那裏 那裏就是海洋村 海洋村 海洋村 那裏下落 就是在這裏下落 就是 就是 是馬路的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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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裏 那裏下落 就是那裏 就是這裏 一個路口 對面 一下子 就是海洋村 哦 這裏下面 就是海洋村 哦 那裏就是海洋村 哦 明白了 麻煩你 老闆 麻煩你 麻煩你 這裏以前是大城鴨 鴨舖 鴨舖 哦 這個是大城鴨舖 材志勒的名人 哇 材志勒的名人 真是厲害 文化大革命 射在這裏 這個杜在這裏 哦 那個杜就刮了 刮了 是的 哦 大城鴨 大城鴨 哦 哦 刮不可以了 真是 美得 真是 這裏真的 沒有人同 真的 你說沒錯 在廣東的鄉鎮那裏 真是 一 是第一的 是啊 真的沒有人同 以前 我們敦芬都是第一的 都是第一的 我現在都沒有 哦 這樣 好的 麻煩你 我們敦芬是華球的 百分之八十都是 都是華球 敦芬都是百分之八十都是老梅 老梅的 哦 都是 外面那裏是端分河 那裏是端分河 端分河 我出去看看 出去走一下看看 一條端分河 對 上下都是 上下都是 哦 麻煩你 好 好 好 我現在 看完這麼漂亮那座羊樓 走上來這個 橋 橋下就是端分河 好 好 好 據說 什麼叫 什麼叫 為什麼叫端分呢 好像就說 因為這個地方有一個端山 不知道是不是 遠遠那裡叫端山 有一條 分河 就叫端分 這個 現在叫端分河 這條就是端分河 再向大城鴨的陽樓背後拍一拍 當然有錢 以前這裏是一個古墓頭 難怪以前山底區別人叫老虎區 拿什麼來就賣了什麼 你看這個屋後面 整座樓真的看不到有什麼裂縫 真是漂亮 今天我過來端分山底區 村景和這麼漂亮的大城鴨陽樓的拍攝分享就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訂閱和關注 多謝大家的收看和點贊 下期再見 拜拜